一场盛会啊 落下了帷幕 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 看着 那么多国家的元首们 排着队啊 等着跟我们老大握手 感觉特爽啊 看着 那么多 大佬们 一窝蜂似的跟在我们老大后边 上大卫堂吃饭去 每个中国人都觉得 不有面子 喜欢这感觉 喜欢 习近平 金会场 演讲之前 那么多国家的老大们 都起立跟我们老大握手 好 喜欢普京 来之前 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 说 习近平是世界级的领袖人物 世界级的领导人 我得做的直立一点 开完了 回过头来 开会的时候呢 我们得 停我们自己的国家 开完会了呢 我们就 回过头来 冷冷静静的 我们再回头 看一看这个会 第一 我们看看 这个会谁来了 这谁来了 不同于第一届和第二届 2017年和2019年 那两次的高峰论坛 这个 实日求是的讲 我觉得应该比这一次 更有代表性 那么呢 比如说 第一届 高峰论坛的时候 参加圆桌会议的这个领导人里面 比如说白俄罗斯总统 洛卡申科 然后呢 捷克的总统 比如说这个 瑞士的联邦主席 然后呢 土耳其的阿尔多安 意大利的总理 马来西亚的总理 缅甸的昂山素季 西班牙的首相 拉回一 这是 这次都没有来的 第一次都来了 那么这里的呢 有一些个代表性 一 你看欧洲的主要国家 你像意大利 你像这个 希腊 匈牙利 匈牙利总理 这次来了 然后你像南欧的希腊总理 土耳其 也是北约国家 那么这是 第一届 那么我们再看看 第二届 第二届是2019年的时候 4月份 4月25号 到27号 那么参加圆桌会议的领导人呢 我们只说 这次没有来的 阿塞拜疆 总统 然后呢 白俄罗斯 路卡申科 然后呢 塞浦路斯的总统 捷克的总统 这都是欧洲国家了 基尔基斯坦 基尔基斯坦 总统 这次也没有来 葡萄牙的总统 第二届 葡萄牙的总统 瑞士的联邦主席 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第一届也来了 但这次没有来 奥地利的总理 第二届 奥地利的总理 这也是欧洲国家 希腊的总理 匈牙利的总理 这次来了 也来了 这个匈牙利的总理 当时也来 意大利的总理 马来西亚的首相 巴基斯坦的总理 新加坡的总理 李显龙 阿联酋的总理 这是第二届 那么呢 我们方才说的呢 都是第三届 本次这个论坛 没有到场的 这些国家的主要领导人 那么 尤其是欧洲的国家 意大利 希腊 瑞士 捷克 这些个 欧洲的国家代表 那么这次呢 几乎没有了 这次第三 昨天前天这两次会 欧洲就来了呀 国家一个是 克罗地亚 不 有塞尔尔亚 塞尔亚总统 那每次都来 还有呢 匈牙利的这个总理 除了这两个国家以外 就再也没有 欧洲国家 那么还有什么呢 亚洲的我们曾经那天我们说了 韩国这次都没参与 那么呢 我们看一看就是 从世界主要的 这些个国际组织 主要的这个 经济体集团 这个成员国 对于一带一路第三次高峰论坛的 参与的情况 比如说金庄国家 金庄国家呢 曾经的金庄五国 这次就缺了三国 印度从来都不参加 南非没有来 然后呢 巴西总统卢拉也没有来 只是中俄了 金庄五国 那么呢金庄扩容了 扩容之后呢 这个阿根廷来了 埃及来了 埃塞格比亚来了 伊朗没有来 沙特阿拉伯没有来 阿林球没有来 是原本就没想来 还是说因为 成为最近的这个阿与冲突 临时决定不来了 这不得而知 但是金庄国家 中国在金庄国家里面 处于主导地位 是不是 这样的老大哥办这样的事 应该过来捧场了 是不是 但是你看 这金庄国家里应该说一半 一多半 一半的国家都没有来 那么我们再看看 中国更主导着的另外一个组织 就是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九个成员国 那么这次没有来的 印度从来不来 伊朗没有来 然后呢 这个吉尔基斯斯坦没有来 巴基斯坦没有来 我们说都是领导人 都是主要领导人 塔吉克斯坦没有来 乌兹比克斯坦这次来的个总理 好像是 上海组织的九个成员国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五个没有来 这是上海组织 我们再看看 更大一点的范围的 比如二十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大家知道 是主要是三方面组成的 一个是七国集团 一个是金庄五国 再加上七个重要的经济体 和两个区域组织 那么我们看看 二十国集团 这本届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 参与情况是什么呢 G7一个都没来 金庄五国我们说过 七个重要的经济体里面 墨西哥没有来 土耳其没有来 沙特没有来 韩国没有来 澳大利亚没有去 这就是七个重要的经济体 有五个没有参与 这次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两个区域组织 这个欧洲联盟和非洲联盟 这个欧洲国家的情况 方才我们都说过了 欧洲国家除了塞巴亚总统 和西亚利总理之外呢 我看到了熟悉的什么 欧洲国家 法国的前总理拉法兰 我都不知道他来了 他以上线好像也来了 但这线好像就没有 没有关系他的这个消息 只是今天早上有消息了什么的 就是昨天普京演讲的时候 拉法兰他们带头齐立 退场 不听 以示抗议吧 我们才知道 拉法兰那大胖子他也来了 他这次还是来了 那么这是二十国集团 就事实上二十国集团里面呢 参与这个 参与这个 这次主要领导人到北京的呢 就是俄罗斯 阿根廷 伊东西亚 只是这三个国家来人了 主要的领导人来了 刚才呢 我们再看看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欧洲 我们刚才说这次只来了两个欧洲国家的领导人 那欧盟 欧盟 奥地利没有来 比利时没有来 保加利亚没有来 塞浦路斯这次也没有来 克罗地亚没有来 捷克来了两次的捷克也没有来 丹麦没有来 爱沙尼亚没有来 芬兰没有来 法国 没有来 那前总理不算 然后德国没有来 希腊没有来 希腊是两届都参与过的 这次也没有来 希腊利这次来 然后爱尔兰没有来 意大利没有来 而意大利连续两次都参加了 正式退出了 这算是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尔他 波兰 葡萄牙这次也没有来 上次来 这次没有来 罗马尼亚没有来 斯洛伐克没有来 斯洛伐尼亚没有来 西班牙没有来 瑞典没有来 荷兰没有来 就是欧盟 因为塞尔文亚要加入欧盟 现在还在考察呢 还没同意他进去 那么就是欧盟里面 仅仅一个国家 参与了这次的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 就是欧盟里来了个总理 那么从这个参与的情况来看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个印象 我们不敢说得什么结论 我们只能说得出一些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好像这次的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有点像第三世界 好像第三世界开了个会议 南方国家开了一次会议 因为世界主要的发达的经济体都没有参加 都没有参与 那么也挺好 是不是啊 这个中国要是能够像当年 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一样 像毛泽东的中国那样 举起第三世界的大旗 团结一众亚非拉兄弟们 一样三分天下 是不是啊 当然了 我们现在离当年的第三世界的阵容 我们中国现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跟当年的毛泽东的中国比 我们还 有不小的距离 但是呢 正因为有距离 我们才有动力 是不是啊 好好发展发展 有人不是说吗 说 现在跟你导这些没带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意思 我们中国搞一带一路 我们就是不理由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我们他妈邀请函都没有给他们发 我们就是要在美国主导的那个世界体系之外 我们建一个新的体系 我们跟他玩 跟他对抗 好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就 我觉得那那那中国这个大旗要能举起来的话 就更好吧 我先往方才说 第三世界也好 你还是第二世界也好 是不是 可以啊 但是我感觉呢 中国政府好像没有这个 归根结底 没有这个意思 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 比如说七国集团都要求来参加会议 我们欢迎不欢迎 我们得乐死 是不是 当然我这是比方 这是个比方 这个我那天以那个 以以某人的口吻 说的那句话 去问这几只鸟 是不是 我这脸子飘下很热闹 是不是 对 那么 一带一路 下一步怎么走 才是要一个 因为习近平的讲话最后落到了人力命运共同体上 讲话的最后落到了人力命运共同体上 那么 G7也是人力命运共同体 其他没参与这些事情的我们我们这个事的国家也都是人民共同体 也都是团结对象 尤其这次这个习近平的讲话里头 像全世界不仅仅像来的这些国家是140多个国家这个人员来参加参与这个不仅仅像他们 事实上也等于像全世界喊话就中国会继续扩大开发 那这次 习近平宣布的开发的尺度相当之大啊 一会儿我们聊聊 那么 再说两个小花絮 一个是习近平讲话里头啊 我觉得有点有两个亮点挺好玩 一 就是习近平公开开篇就说说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哎 这有点老大的风范啊 老大气派气派啊 当仁不让 当仁不让 这就是我提出来的 十年前 啊 这是一个讲话里我觉得亮点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 这习近平毕竟是 毛主席那时候长大的孩子 是不是啊 所以呢 这个 骨子里头啊 对于自己曾经的时代啊 留下了文化基因 所以有的时候张嘴就来 比如说啊 他几次的引译 借用了毛主席的诗词 的诗句啊 在这个讲话中 比如说 我们要有乱容 我们要有乱云飞渡 仍从容的定力 这是毛主席写给江青 提江青的那个 庐山仙人动照的 哎呀 一句诗乱云飞渡 仍从容 这是一页 还有呢 说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 协调的行动 天欠可以变通途 这是毛主席 先使掉隔头 游泳 武汉长沿大桥的 天欠变通途 这也引用我 还有 人间正道 老实际 人民警察军 占领南清 人间正道是沧桑 新军讲话里也说了 人间正道 然后呢 还有什么花须呢 菜单 吃的不错 我感觉啊 我感觉这个 这次 呃 不是很铺张 那个菜台摆的 啊 设计的 啊 这个 这个很华丽啊 啊 那那那那那 那大长桌啊 菜品酒水 还满中国特色的啊 嗯 这个 挺简单 冷盘有几个没写 热菜呢 有全家福 啊 不知道这次知道这这种宴会上的全家福是什么啊 我相信肯定我相信是应该以海鲜为主吧啊 全家福 嗯 沙葱牛肉啊 北京烤鸭啊 十几鲜酥 四道热菜 啊 啊 有鸭子 有牛肉 有海鲜 有蔬菜 啊 实书 不错 然后呢 主食啊 有冰花锅天 蟹黄烧麦 天鹅酥 象形琵琶 啊 然后有水果 还有冰淇淋 还有咖啡 还有茶 酒水呢 很中国 一个是长城甘虹 啊 09年的 还有16年的张玉甘白 还有呢 就是贵州的陈酿茅台 不错啊 相信大家都吃好喝好 好 好 感谢观看